27号我们报道了一家涉赌游戏机市开进了南京江宁大学生 不少大学生也参与到赌博当中 当时江宁警方进行了查处 并要求这家涉赌游戏机市立刻关门 但是昨天有大学生向我们节目组反映 说这家被要求关停的游戏机市又开张营业了 今天上午10点10分左右 江宁大学城商贸中心一楼 这家叫做皮皮熊动漫的游戏机市正常开门了 看到民警和记者的身影 电方负责人又立刻将游戏机电源关闭 躲开之后这位负责人再也没有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而在店内记者发现 上次因为涉及赌博被警方查处的赌博机 还原封不动的摆在那里 上个月月底查处的时候 这家游戏机市原有的12台赌博机 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有任何的变化 而在游戏机市的另一角 在我左手的方向又增加了6台 带有赌博功能的游戏机 多出来的这6台机器 同样是文化公安两部门 严禁在游戏机市内摆放的机型 民警表示 有几名涉赌人员已经受到处理 至于为什么游戏机市还在开门营业 赌博机没有查扣拖走 他也不好说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